烏克兰总统赞宁斯基星期六 昨晚在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地 发动新的大规模导弹杂机 导致全国停电 赞宁斯基的讲话是在10月24日 星期一战争接近8个月之制发表的 乌克兰当局表示 全国近150万家庭断电 但赞宁斯基表示 大部分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 都被击落并重新 乌克兰军方较早时候的声明 即俄罗斯在星期六 从空中和海上发射的 33枚巡航导弹当中 有18枚被击落 赞宁斯基说 当然我们还没有100%击落 俄罗斯导弹和打击无人机的技术能力 我相信在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帮助之下 我们将会逐步实现这个目标 过去两个礼拜 俄罗斯加强针对乌克兰的发电站 供水系统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打击 最新袭击的目标地区 包括该国西部 赫梅利尼茨基和隆之黑 以及中部城市乌曼 地区官员说 在当地传媒声纪六报道了 几中的巨大爆炸升后没多久 战前约有27万5千人居住的 赫梅利尼茨基就停电了 战前有大约10万名居云的乌曼 在一枚火箭击中附近的发电站之后 亦都陷入了黑暗 据当地官员称 在人口21万5千的鲁茨克市 俄罗斯导弹 袭击当地能源设施之后 部分电力中断 赫梅利尼茨基和鲁茨克当局 敦促居民草水 以防水都没有 据报道 南部的奥德萨 中部城市蒂利伯罗 和该国东南部的扎波罗 亦都发生了空袭和电力中断 国家能源公司 继续敦促所有沃南人截约能源 赫梅利尼茨基在星期六较晚时的 讲话中表示 当局已切发 呼吸多个因集气而断电的 地区的电力供应 请不吝点赫梅利尼茨基 请不吝点赫梅利尼茨基